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Olivia 那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带来一期护肤类的视频 我想要把我试过的以及喜欢的大概15款toner给大家注意分享一下 然后我个人的话呢,是属于干皮 平常在护肤步骤中呢,我最注重的就是补水保湿 所以我最喜欢尝试的呢,也是各类的toner了 然后我今天要分享的这些产品里面呢,涵盖了针对各类功效的toner 就比如说保湿,补水,抗敏感,镇静,收缩毛孔,然后以及去壁口等等等等 所以我希望今天的视频呢,可以在你选购适合自己的产品的时候 给你一些小小的帮助 然后也带大家了解一下关于不同的toner的一些使用感受以及心得吧 那我们就开始吧 那第一款要来分享的呢,就是这个SK2的神仙水 它呢,其实是我的最爱 我使用它呢,也有超过大概5年的时间了 就是我平常一定要有一瓶存货才会安心 然后也有用空瓶过很多了 它其实是一款高机能的保湿精华水 所以官方的说明呢,是最好使用在你的爽肤水之后当作精华来使用 但我个人喜欢的方法呢,是就是截面之后直接倒在手上 然后拍在脸上 你们可以看它的这个质地是非常轻薄,很有流动性的 然后这款产品它的主要成分呢,就是Patera酵母精华 然后在神仙水里面,这个酵母精华是高达90.7%的 同时它还附有各类的维生素以及矿物质 就是能帮你温和的去角质 然后保持皮肤的一个水润透亮的状态 我个人使用它的感受呢,就是非常舒服,很安心 然后在使用它以后,我会明显的感觉到肤色均匀了很多 它的话呢,是几乎是我的daily toner 就是我截面以后会autopilot,就是会自动条件反射去拿它来用 直接当做我的爽肤水的这个步骤拍在脸上 那它呢,其实是在我collection里面属于单价比较高的一款的 但是我是觉得它的性价也很高 因为我这么长时间使用它下来呢,皮肤的状态一直都是很好 然后从来都没有出过任何的大问题 同时呢,我觉得它也适合各类肤质 就是我会长期的回购,然后使用它 嗯,非常喜欢,就很推荐给你们 OK,那接下来要来说的是这款CDP的水梦精华 它也是属于在cladipol家比较知名的一款产品了 它是这样分层的,就是用前呢,一定要把它摇匀 然后我一般的话呢,就是直接把它拍在脸上 它的质地呢,也是非常的水润,很轻薄的这种质地 它里面呢,是含有水解蚕丝 然后主打的功效呢,就是使皮肤变得更细腻 收缩毛孔,去除小粉刺,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闭口 然后能让皮肤变得更加细腻 然后值得注意的是呢,它里面是含有酒精的 所以敏感性肌肤,或者是说如果你对解净过敏的话呢 一定要渗入 它使用在脸上的感觉呢,是很清凉 其实是比较适合混动性肌肤的 因为它有一些碰油的功效 我作为一个干皮来说呢,用它的话就一定要做好后续的保湿的步骤 这一款产品呢,也是属于单价比较高的一个会副产品的 但是我觉得它是用量还比较省的 就是我平常的话拍全脸,一点点就足够 然后是可以感觉到有去闭口的一些效果的 然后湿肤的话呢,效果会更加明显一些 带哥的紫苏水 这一款呢,我已经用完了,就是一点点都倒不出来了 但是它的这个质地呢,也是非常轻薄 就是流动性很强的一款水 它的主要成分呢,是薄荷以及紫苏植物精华 然后和刚才的那一款CDP类似 它也是可以帮助皮肤失缩毛孔 然后去除闭口 然后另外呢,它还有镇静皮肤消炎去皮脂的功效 我是个人觉得它非常适合夏天用 因为就是非常清爽,然后也有一种凉凉的感觉 就是在夏天你皮肤很敏感或者泛红的时候 你用它来湿肤是非常清爽,非常舒服的 OK,那么既然已经说到了两款主打去闭口生多毛孔的水了 我就来再说一个同类型的产品 就是那个奥尔滨的健康水 抱歉那一款我已经就是用完把瓶子扔掉了 所以没法拿给你们看 但是那一款呢,也是很轻薄有流动性 然后那一款呢,是属于药用的爽肤水 它含有一人精华 就是能够帮你去除闭口,伸进消炎的同时呢 还带有一些美白的效果 那一款呢,就是使用感受也是很清凉 比较适合混油性皮肤来用 然后对于干皮的话呢,就是夏天用很适合 那接下来还有一款同类型的清洁类的爽肤水呢 就是这个成也一生爽肤水 它是一款比较平价的 然后它有淡淡的橘子的味道 是流动性很强,很轻薄的一款水 同样它主打的和刚才前天那三款一样 都是收缩毛孔,去闭口 但是我觉得它的始终感受相对于前面的几款来说呢 是更加刺激一些的 就是我觉得不会适合敏感性的肌肤 但是如果你是油性皮肤 或者是很多男生皮肤如果爱出油的话 是非常适合的 那在说过一些清洁类的爽肤水之后呢 我们来回来说说那些比较滋润保湿 可以每日使用的一些爽肤水 那这一款呢是TOLA家的这个 BA抗糖化保湿化妆水 然后这一款呢我已经是用空瓶了 它的质地呢就是不会很粘稠 但也不会太轻薄 就是它的流动性是适中的 然后它主打的功效呢就是抗糖化 因为就是过多的糖分 也是造成我们肌肤老化的一个元凶 它的话我很喜欢的一点是 它非常的温和 然后拍在脸上呢有明显的感到 肌肤有紧实的这种状态 它的缺点可以说就是贵 但是我之前有听过一句话就说 如果你觉得它太贵的话呢 那不是它的错 就是你的错 因为你现在应该努力去挣钱了 这个你们同意吗 但是我还是觉得 它的价格是我无力承担 让自己每日来使用的这个爽肤水 所以我大概不会再去回购它 接下来要来说的呢 就是这个Coldly 大葡萄家的这个爽肤水 然后它主要的成分呢 就是他们家主打的那个葡萄籽精华的成分 可以有效的帮助皮肤抗氧化 还有就是维持一个皮肤的酸碱质平衡 然后这一款呢 其实是我在斯福兰基分兑换的产品 我个人使用感觉来说呢 是很温和 然后补水保湿的效果都还不错 但是呢也并不是说无可替代的一款产品 它的价格属于适中 我觉得性价比还可以 OK再来呢 是一款比较平价的这个日系的 叫日本酒药用爽肤水 然后它是叫这个大营酿 它就是我在日装店看到的 然后学手买来的 不过使用感受还是很不错 它的呢也是流动性很强 然后非常的轻薄 虽然它是叫这个日本酒这个水 其实并没有很重的酒的味道 然后还是很温和的 各类肌肤都可以使用 它主打的呢就是保湿 然后它这边就是写高保湿化妆水 那我一般使用这款水的方法呢 就是早上直接把它挤在那个化妆棉上 然后用它擦拭的面部 因为我是属于干皮 早上起床以后呢 脸其实并不会出油 所以就是没必要再用那个洁面泡沫 再洗一次脸 我就直接把它当作二次清洁的水 因为它比较便宜又大碗 然后用起来会心疼 它的保湿效果也很不错 就是在评价里面呢 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一款水了 OK那我接下来要来说的呢 都是质地比较浓稠 然后非常滋润的几款爽肤水了 第一个呢是这个雅诗兰黛的这个 micro acid 叫微精华保湿肌底原液 它的质地呢就是相对来说会比较稠一点 然后可以直接倒在手上 然后拍在脸上 官方说明呢 是说它的微精华可以有效的渗透到肌底 然后有效的抚平肝纹细纹 我个人使用它来说呢 是会觉得皮肤会有烹润的感觉 然后想喝饱的水 那我个人的话呢是喜欢用它来拍好几层 就是第一次倒在手上拍到脸部吸收以后 然后再倒一次 再拍几层 这样的话呢脸会看起来水水亮亮的 这一盘的使用感受很好 我应该是会回购的 实则研究所的这个大米化妆水 我一直以来就是实则研究所非常有好感 因为我很喜欢他们家的那个大米面膜 然后我在那个药妆店看到它了 而且又很平价 我就买回来试一下 用下来我个人感受是非常喜欢它 我觉得它像是SK2那个神仙水的平价姐妹吧 就不能完全说是平价代替品 因为我觉得神仙水是无可替代的 但是它因为也含有大米的酵母精华 所以能够帮助皮肤代谢矫质 然后保持一个细腻水润的状态 它因为里面还含有大米的那个米糠油 所以它的质力是较为浓稠的 可是呢它并不会有就是也是非常好吸收 不在脸上完全不会有油腻的感觉 也是非常清爽的 这一款我觉得性价比很高 也适合各种肤质 我是会持续回购来用它 那是这个Alpha H加的这个Liquid Gold 这个应该也有很多人听过 它其实严格意义上呢 并不是一个美日使用的爽肤水 它是属于一种酸 然后它含有5%的水洋酸 就是可以帮助你代谢掉皮肤上的老化的角质层 然后达到一个换肤的效果 它的质地呢就是这种很轻薄的水 但是它非常的刺激 我一般呢最多只会一周用它一次 就把它倒在化妆棉上 然后轻轻擦拭以后 再做接下来的护肤物肘 它的话呢 如果你的脸上有那个刚挤过的痘痘 或者是有一些小伤口 你用它的话是会非常刺激 会有遮的感觉 使用它以后呢 我是可以感觉到有一些肤色均匀的效果 但是它这个效果其实并不明显 再加上它的使用感受不好 而且单价呢也不是很便宜 所以我应该不会再去回购它了 那接下来呢我来说几款 我喜欢的保湿喷雾 第一款呢是这个Tatcha家的 这个山茶花保湿喷雾 它的颜值是超高的 是一个玻璃瓶 然后你放在包包里 随时喷一喷 就是感觉特别美美的 然后它的质地我也很喜欢 是喷在脸上会有一种淡淡的glow 就是有微微的水光肌的感觉 然后有明显的补水保湿的效果 我觉得这一款呢油皮是绝对要避免的 因为它是过于滋润 但是像我这种干皮来说呢 就非常喜欢它带来的那种长效补水的效果 它的这个喷入是非常细腻的一团淡淡的雾 然后喷在脸上完全不会有那种大的水珠的感觉 这一款我是非常喜欢 然后接下来的一款呢是这个匈牙利黄后水 这个应该知道的人也比较多了 这一款呢我买的是这种带一点点油的这种类型 就是比较适合干皮 那么对于油皮或者是混油来说呢 你们可以选就是它普通款就没有在这一层油的 你用前呢就可以把它摇匀 然后这一款主打的呢就是那个温泉水 富含多种矿物质 所以对皮肤可以达到一个滋养 然后长效保湿的效果 我喜欢它的原因也同样是有一种水光肌的感觉 那我喜欢它的原因呢同样也是它可以带给肌肤一种水光肌的感觉 还有就是它这个喷雾也是非常的细腻 可以就是给你的整个脸上一层淡淡的光泽 它们俩在喷雾里面算是比较贵富 单价比较高的了 有时候我用完就是有一点不舍得回购它们 那后来呢我就想出了一个方法 就是因为我有打开这个Tatcha的喷雾 看过它的这个液体 是一种主白色比较滋润比较浓稠的液体 然后我后来呢就有流过一个这个Tatcha的空瓶 我就把我比较滋润的 但是比较贴在了一些爽肤水 就比如像这个大米水 然后倒一些进去 然后再滴几滴那个润肤油 把它摇一摇喷出来的效果呢 其实也可以带给你一种水光肌 然后亮润的感觉 而且因为你用了它的这个瓶子嘛 喷雾也是很细的 我觉得这种方法就是可以为自己制作一个 未复级别的山寨爽肤喷雾吧 那然后呢 还有一个喷雾我也很喜欢 这个我都有用风调表皮了 这个是 也是日系开架药妆厂 也叫Mino的这个抗敏感喷雾 它非常适合敏感剂 因为它完全不含色素 无防腐肌 然后无矿物油 它喷出来的也是非常细腻的 Mino这一款是适合任何复制的 因为它并不会说过于的滋润 但是也可以达到一个长效保湿的效果 因为它里面含着小分子的玻尿酸 就是能帮助皮肤长效保湿 就是你需要的时候拿出来喷一喷 就是整个身心都放松下 最后要说的一款呢 就是这个Usona Self-Wave的这个爽肤水 这一款应该听过的人比较少 因为呢它是我平常吃的那个Succulent 就是Usona旗下的护肤线 然后我买来用它的原因呢 是它的成分非常天然 然后也安全无害 它里面呢是含有各种的天然的植物摧取物 就比如说它含有牡丹根摧取物 它是可以帮助抑制皮肤的这个黑斑色素的生成 然后也可以防止泛红的这种现象 然后它让我非常惊讶 然后也非常喜欢的一点呢 是它的保湿力度真的超强 因为有一次就是我很累 然后只是洗了个脸 然后拍了这个水 就去睡觉了 没有用面霜 结果第二天早上起来呢 脸完全就不会有干的感觉 因为我是大干皮 如果平常不用晚霜的话呢 脸是绝对会觉得很干的 所以它的长效保湿力度呢 我是非常认可的 然后价钱也适中不会很贵 所以我会持续回购的 OK 那么15款toner呢 就都说完了 然后我还是按照之前 我做那个面油分享的那个format 还是要有一个Q&A session 那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在这么多toner中 你用过最喜欢 最推荐 性价比最高 是哪一款 那我想了一下呢 我完全不能决定只有一款 因为不同的toner有不同的功效嘛 所以我就在各个针对的功效的类别中呢 选出了一款 第一个呢 你们应该已经猜到了 就肯定是这个SK2的这个精华水 因为它属于一个高机能的 然后全效的精华水 所以它是我最不可或缺的 然后在我认为呢 性价比是很高的 OK 那第二款我要推荐的呢 肯定就是从清洁类的爽服水中选一款 对 我其实觉得它们所达到的功效呢 都类似 就是紧致毛孔 然后去闭口 其实你在日常的护肤流程中呢 它们四个装品 只要有一款常备就可以了 那么我个人觉得 CDP的是单价太高 没有必要 就是性价比不是很高 然后成年医生的呢 就是相对来说 要顾遇刺激一些 那么就是紫酥水和健康水 我个人呢 是更喜欢健康水一些 因为它的使用感受很好 然后 给我觉得 去闭口的效果更明显 所以我要推荐的是这个健康水 那第三个呢 是从比较平价的类别里面选一款 那我要选的呢 就是这个SoundWave的这个爽服水 因为它呢 真的是可以做到长效的保湿补水 然后补水里头真的超强 那第二个呢 就是爽服水的几个用法 那大家都知道呢 当然就是 截面以后倒在手上 然后轻拍在脸上 或是倒在化妆脸上 轻轻地擦拭 再有呢 就是可以用它来湿敷 就是你可以买那种 干的压醋的面膜 倒一些水来湿敷 那我自己平常呢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使用爽服水 就是我用它来喷头发 我会把一些比较平价 滋润的爽服水 倒在我那个喷头发的喷壶里面 然后再加一些水进去 然后摇一摇就用来喷头发 因为我头发也属于 比较毛燥干燥的那一种 所以用它喷头发的话呢 可以给头发增加光泽 但是并不会像发的那样油腻 而且也可以给头发 达到一个保湿补水的效果 第三个问题就是 在试过了这么多爽服水之后 你还没有尝试过 并且很想尝试的是哪一款 我个人来说呢 是很想尝试那个 愿味之连的那个菌菇水 因为我有听过很多人推荐它 说是镇定抗敏感的效果很好 然后它的单价呢 也并没有很贵 所以它是我下一个 想到来尝试的目标 OK那今天的这个 爽服水分享新的视频呢 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这一类的 护肤品分享视频呢 可以去看我上期的那个面油合集 然后希望你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给我留言点赞 我都会很开心 那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是Olimia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